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奥迪在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 再度发布了一张奥迪Q8量产版车型的设计稿 最新预告图展示了奥迪Q8的侧后方式造型 提及四边形的尾灯组中央有一根灯带连接 预计将采用OLED光源 倾斜的尾门及尾窗营造了非常动感的叫法SUV姿态 此外,保险康两侧的内凹的多边形排气口虽然紧实装饰 但效果很不错 而根据之前的消息 在类似设计上将参考奥迪新A8A2上的多屏幕设计 动力方面预计将与Q7共享3.0V672发动机及4.0TV8产油发动机等 大载3.0T发动机加电动机的一串插电式混动执行也将退出 而作为奥迪的全新旗舰SUV 新车将计划于6月5日在上海进行全新首发 真想来一辆啊 其锐官方消息 2018款Rain53将于5月16日正式上市 外观上 新车与此前刚刚上市的瑞虎300万全球版车型基本保持了一致 前连依旧保留了家族式的6边形及颗扇造型 主要变化是车身的颜色以及轮圈的线条样式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而类似也沿用了线管车型的类似设计 只在周末区域及车身门板处加入了更多的银色都格式条做装饰 并公布了其预示价格为13.5至14.2万元 而现在该车终于快上市了 新车无论是蓝标版还是红标版 主要变化都在于细节部分 蓝标版车型混装了面积更大的引起格商 路格式条从3条增加到了5条 前包围通风口改为网装设计 而红标车件的改变仅仅在雾灯区域的装饰有所调整 同时新车还配备了LED大灯 而在配置方面 超豪华型增加了四项主动安全配置 包含半自动博车系统 ACC自信循航系统 360度环视系统等等 而且还会配备有PM2.5粉尘过滤系统 后排双USB接口等 道理方面新车为做调整 新车将搭载1.5D发动机加7速双平和变速箱的动力组合 最大功力为169马力 风筝扭矩为285牛米 据悉超豪华型的综合油耗为百公里6.8升 新车将于5月25日正式上市 HALO神车就问你服不服 现在制造电动汽车的厂商是越来越多了 目前中国中车手管纯电动汽车的路式叠照就得到了曝光 新车前脸的大绝造型比较硬朗 横拉的装饰条中间镶嵌着中国中车的标志 两车的头灯采用零形设计 造型比较中规中矩 车尾部同样以平直性量为主 车灯造型和头灯类似 类似方面新车配有三幅十多万能方向板 眼影仪表盘 中共屏幕电子走刹等 换到机构为悬油设计 这一设计几乎成为现有新人员汽车的标配 同样我们在方向盘旋扭挡马上找到了中国中车的logo 而新车有望于2019年一季度上市 做看落地价格和续航 日前 宝马官方发布了一张全新巴西量产版车型的预告图 预告图中 全新巴西酷部量产版就停在M8GTE赛车身后不远 流畅的车车线条十分的吸引人 而图片处理后 可以看到该车与之前曝光的无伪装叠照造型基本保持了一致 继承了6系等经典宝马叫宝车型的车身比例 便宜采用了新样式的多边形双胜前颗衫 上条的大站组以及拥有大型经济口的前保险杠和亮面双五符轮圈等 而从之前的尾部叠照来看 形状丰富,橙色感也很不错,十分的运动 新车的类似也是运动感十足的红黑配色 细节处服于哑光银色四条或面板 而且中控台采用了全新的造型 同时配备有权一镜仪表盘,中控大平等 动力方面可能将从直列六缸发动机起步 更高规格的车型还将配备V8或V12发动机 同时插电混动车型也有望推出 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哦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稍微关注微解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